多家媒体报道指出,美国职棒大联盟MLB芝加哥白袜今天宣布,和生涯至今还未上过大联盟的外野首席梅内斯签下6年4300万美元,约新台币13.2亿元,合约,缔造新纪录。 合约还包括两年的选择权,保障薪资是已在球队系统却为升上大联盟选手的最高纪录。 2017年芝加哥小熊为换得左头昆塔纳、Jose Quintana、江西梅内斯、Eloy Jiménez交易出去,他在那之后就在白袜体系至今。 根据ESPN报道,若算尽因为选择权可获得的薪资,西梅内斯的合约总值将达7700万美元,约新台币23.7亿元。 白袜的头号潜力新秀西梅内斯本季已被指派从3A出发,但这份合约让他被期待,可能出现在球队3月28日对堪萨斯皇家的开幕战名单中。 因为合约的关系,白袜现在可以将西梅内斯放在大联盟名单,而不必担心他成为自由球员的时间开始倒数。 假如他开季在小联盟打三周,还将让他成为自由球员的时间延后一年。 22岁的西梅内斯上季在2A、3A共打108场比赛,缴出3×37打击率,有22只拳雷打,75分打电的成绩。 在小联盟5年期间,他的打击率3×11,一共敲出65只拳雷打。 西梅内斯打破的记录,是金格力,Scott Kingery,所保持,费城费城人当时以6年2400万美元,约新台币7.3亿元,和他签约。 在那之前,休士顿太空人2014年核心格顿,John Singleton,签下1000万美元,约新台币3亿元,和约,是当时的记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